大家好 邦邦彤彤看天下 我是彤彤 我是邦邦 高博士我们继续来谈 就是现在的这个武汉肺炎的问题 那大家都把这个眼神呢 看到了这个有一个叫做火神山的医院 这个医院呢 我觉得我们先来看这个 最会歌功颂得中共的就是环球新闻嘛 环球时报嘛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这个环球的记者呢 怎么样呢记者清零现场 进到这个医院里面 这个所谓的医院里面 其实他就是一个一个的货柜屋 拼装起来的一个积木 所以他确实呢大概从24号吧 就是武汉封城之后啊 就是说要2月2号要启动 启用这个医院嘛 结果还是延后了 但是延后了他们也差不多就把它做起来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段这个环球时报 他们记者去采访现场 看起来这个医院看起来还不错 就是一个房间呢 有两张床 然后有个单独的隔离的 就是还有一个小套房 有一个厕所 沐浴间这样子 看起来还不错 还有一个可以抽风隔离的 好像是可以不要扩散感染的一个环境 我们来看这一段影片 昨天武汉火神山医院正式交付使用 军队抽组1400名医护人员 于今日起承担武汉火神山医院医疗救治任务 总台要视记者呢 第一时间探访了病区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我们看到在我的身后 一共是有四栋两层楼的这么一个病房 那里面呢 可以容纳接近800张床位 现在呢 现场的施工人员正在紧张的忙碌着 好 我们现在带着大家走进其中一间病房 去看一下里面的情况 我们看到这个病房里是设置了两张床位 也就是说 它能够收治两个病人 那我们看到这些床单啊 都是新铺设上的 包括它的枕头 还有被套 也都是全新的为这些病人所准备的 我们看到现场有军方的工作人员 正在调试这里的设备和机器 其实我们今天中午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它这个病房还没有开始通电 但是可能短短的几个小时 它这里现在已经是灯火通明了 可以说速度是非常快的 我特别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它这里有一个通风的一个 这个通风孔 那这个里面输送到这个病房里面的空气呢 其实都是经过了进化后的空气 我们看到每一间病房里面都有独立的卫浴 这个地方也是在进行最后的安装 上面有电热水器 这里也有一个通风孔 也是保证空气的流通 另外这个淋浴间正在安装当中 这样的一个装置 这可能在我们普通的病房里面是很难看到的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两个门 其中一个门呢是连着外面的一个通道 一个门呢是在里边 外面的医护人员呢 它是打开外面的门 把所需要的一些医疗设备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物资放在这里 然后把外面的门关上 然后有里面的医护人员再把它打开 然后去取这些医疗设备和物资 这样呢就能起到很好的一个隔离的作用 防止医护人员之间的一个交叉感染 我们从病房的这个门进来 现在就到了一个公共的空间了 这两个病房之间呢会有一个医护人员 所使用的一个公共的空间 看到后面有一个洗手台 是他们工作之后清洁手所使用的 另外呢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储物柜 可能让他们放置一些所需要的必需品 每两个病房就有一个这样 这么一个公共的空间 好我们看完这段影片好 那高博您怎么看 因为这个一定是他自己自我宣传的 最豪华版的一个状态 我基本上认为这个 它是把一个悲剧当喜剧在演的 这个把它变成一个宣传 中国的国力 你看我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 把这一个医院盖起来 所以变成直播 直播让全世界都在看 它多伟大 但事实上你真的是要解决 这个病房的问题吗 我是说你真正来讲是 要快速的赶快收容 所有已经发烧的确诊的人 然后把它隔离出来 这个是目的嘛 目的最快的方式 你就把小学也好中学也好 把它稍微改建一下 这个更快嘛对不对 不这样子 你去盖一个这个东西 结果把这个大家的这个目标 转移到 哎呦哇中国厉害了 能够那么快的速度就开 不管你是货归也好 这了不起 十年里就盖出了这么大的一个医院 当然是了不起 你关地基关这些东西就不能了不起 当时是一个一个奇迹了 我相信欧美在看完之后都认为 这是哇这个 这是不是我看 尤其美国的那些主播的主持人说 哇光把电线排进去 也不止这个时间 埋水管了 埋水管了 所以基本上 但是这样做 我觉得 当然你的宣传目标 是厉害了我的国 但是事实上 你反而耽误了时间 去处理那些真正需要 隔离的那些病人 你没有把它隔离 在第一时间 你如果统统搞几个学校 你都把它隔离了 那不会扩散 厉害 这个 这个 而且 这个也是 这个 世卫不一样 我想每个人 世卫不一样 他们看他们的想法 真的 而且 事实上这个 有这个金银潭的医院 说治愈的病人 二十个人一起出来 然后出来就大喊说 我们出院了 一起出院 我觉得这个镜头 非常的假 第一个 这些人脸上看起来 都没有任何的病容 第二 武汉肺炎 它整个攻击双废 还有没有办法 有这么大的中气 第一个 走路都不喘 然后 还可以大喊 很开心的 这个 手上没有提任何的东西 看起来都不像是住院出来的病人 这个 这个中国 这个很糟糕 就是 一直淡化这个情况 就是淡化这个数字 死人不多 人都没有关系 国外来源都不必了 我们就可以自己处理了 但事实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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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只是把问题 把它掩盖住 所以有一段是农民工 流出来的 真的 这个火石山医院的 这个里面的情况 他们在盖的过程 的这个情况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 我们请导播进来 这段影片 你看到本 这个一号别忘了这样的 我就 我老子你去看了 我晓得 这个过大后的 过大后本 你倒是说不行 本 这一号别忘了 你看 你到我的不干净好 你讲究 来 你看那边 这边坐这边的下个 你看到 里面有个 把里面打开 这边打开 从这里生饭 从这里你去 你这儿过大后 我就在这儿 在这儿过大后 里面也是这样的 现在就动哪个门子 托出去了 你看到 这这卡子 这边也是的 这一号别忘了 门着说 门着说 这只紧闭人 鼓梨已经来了 不是 这边叫夏儿 从这里吃饭 你去一号是 这是个孤岛 是吗 这一 咬一碗是再种的 这个地方 没有纸泡 我里面都合作上去的 这是 但是草脚 你看 到底还是没有的 有时候还是在挖源 好像一直打开 你们看 你们看 别看了 你看了 我打开的看这道理 新人家 这一直哭的 这边这别人哭的味 里面也有这个 都从中的大海 找到哪个饭 吹出不清 看了 不是这个外申请 这别人哭的外申请 不是这个门 外面外面有点 里面没有有点 里面打不开 你看那些说的这 前面的外面 不过道的在外面 这都打不开 你看到 这这比方 一个人都哭多大个味 什么的 门只是 别人哭的 你这看 就打得行 好 我们今天导播进来之后 我们看了这个 事实上是农民公拍的 那他讲的是家乡话 我们听不懂 但是有一段 我是看得懂的 而且也 大概听得懂 他在说什么了 因为可以猜得出来 他在讲那个门 那个门是从外面开的 外面有锁 然后他们就放饭进去 那里面是不能开门的 所以这一群人呢 是完全被关在 那个病房里面 上厕所 也是自己要去上厕所 那如果说 他放饭 然后他 没有办法自己 到厕所 或是他已经病重到 没有办法自己 吃饭的话 恐怕就是拖出去 烧了 因为 因为 他看起来就是 完全是一拱 关押的 集中营的 这种结构吗 他们现在对待 这个 病人的态度 感染的 感染的 就是这样子啊 你看 武汉的人 跑到别的地方去 他会把你门给盯住 所以对他来讲 烧掉了 反而比较 比较解决问题 所以我不认为 因为在中国老实讲 我们不是 我们太多的经验了 我们就是说 人民在中国真的是 这是不值钱 尤其是那个 那个 农民工 这些人 那个 很悲惨的 因为 就是你刚刚讲的 今天你如果说 把你隔离起来 就是看你自己的 免疫力 能不能战胜 你战胜不了 当然 就对他来讲 问题也是一样解决 但是他这种 虽然是很残酷 但是可能可以 抑制这个疫情的扩散 但是现在 现在就是说 你一开始这样做 也许嘛 你现在 已经晚了 这跟当时的SARS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 再进来再看一段 就是 这个 武汉有一个 染病的 大学生 他事实上是 是在准备要读硕士的 那 他就 流出了 一封 这个所谓的遗书 他在他的微博 微信上面 所留的 这一段话 好 没错 他就会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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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在准备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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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